魔法幻影 也順利了全部馬筆準備 拖擋九場本地三級賽 千八米的精英碟準備 準備 工作人員也紛紛散開 王旗舉起 一來起步的時候 慢了閘有一隻德藍 前面快的馬 中間有軒動美麗 外面有滿彩 最出一言為定 中檔第四位 紫多菲 來蘭橙衣橙帽 澳南 再在外面有軍事出擊 綠色三 中間魔法幻影 逐領風騷 再見到內蘭 有這隻爪王豪火 尾四位置紅帽 在外面包裝選擇 看來步速很慢 大家都留得很緊要 尾三是揚名飛飛 暫時電口一隊 有這隻德藍 以及威利加素 開始接近千二米斷柱 前面軍事出擊 望空不如帶頭 自己帶出來跑 接著第二位牽動美麗 外面有一言為定第三位 外面望空了黑衣 就是滿彩 中間還見到 紫多菲 內蘭橙衣 還有澳南 再在外面 紅衣就是魔法 幻影中間逐領風騷 後一點的馬匹 包裝選擇 外面紅帽向尾五 尾四內蘭爪王豪火 尾三紫色衣 綠色帽 揚名飛飛 後面那兩隻 有德蘭 以及威利加素 轉彎中間 前面軍事出擊 但一言為定 都帶在第二位 再見到第三位內蘭天動美麗 外面還有這隻 就是滿彩 中間位置有紫多菲 再跟著後面紅衣 就是魔法幻影 內蘭位置還有澳南 中間就是逐領風騷 再在外面包裝選擇 後一點才有 楊明飛飛 威利加素 大外擋的馬 入徵最後直佬 前面透出 有這隻一言為定的中檔 內蘭綠色衣 就是軍事出擊 再見到中間魔法幻影 已經追上來了 馬群中尾位 還有牽動美麗 滿彩的馬 最出上來是楊明飛飛 鬥到最後200米 軍事出擊跑出來多少 看到中間滿彩追緊 以及一言為定 內蘭還有這隻就是澳南 接近中點 軍事出擊看來都打搭再贏 贏了精英碟 第二名是澳南 第三名有一言為定 滿彩 外面逐領風騷 楊明飛飛都是近的 結果這隻軍事出擊 看來前面的步速 應該不是很快 結果他自己帶著自己走出來 贏完一級 贏了三級 這隻軍事出擊 對 追不及了 所以他就帶了 不是 遇上一個很慢的胚繩 帶回來贏 跑第二是澳南 第三呢 一言為定 好像更高一點 對 自乎裡面那隻 滿彩的自乎第四 1號、8號、10號、2號 頭兩名 太誇張了 很明顯的 這場賽事的慢胚繩 看看這一堆馬 結果第三名 一言為定 對 裡面那隻高一點 繼續採取上次的戰術 待在前面走 賺一下慢步速 其實跑完之後 如果要看時間 也不需要我們怎麼說 你看看第二、三段 真的太誇張了 二、三、四段也慢 我想說兩個字也夠了 厲害 那就行了 都不用怎麼分析了 二十四秒多 我想想看第二段 其實遇到這麼慢的胚繩 那些可以放在前面走 那些馬又不去… 過了它自己帶 有多有趣 這些不是我們解答的東西 對 不是由我們去解答 有人幫我們問 騎師心目中是有個中的 你心目中知道胚繩多少 知道 你會知道慢的 你神租也知道 高東來,連騎馬仁… 連騎馬仁也要求你跳多少 25秒 你就要給我開25秒 那就是我看你會走 你不會甘心的,你走 你又看我,你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是 他知道你做得到 他才叫你操 有些馬得 我意思是你是專業的 你心裡有個中的 知道那個胚繩 但沒甚麼馬搞的 又讓他在前面走 走不時路路 這些見得多了 見怪不怪 他見到十三檔起步 軍事出擊 你看有誰動手都很厲害 有,志多菲 但現在他跑千發 他不可能跑出來 只有他動手,每個都按… 為何那兩隻在前面 因為那兩隻在開篇起步 哪有那麼快找到遮擋 唯有以為按這個速度 但我最不明白 我們都看慣那隻包裝選擇 其實都是喜歡走的 他… 你轉身飯鍋 又可以有解釋 對 所以這場你基本上是澳南 被軒動美麗擋住了 想走都沒得走 軒動美麗現在揹著113磅 為何你又不走 是嗎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大的問號 這場賽後會不會問騎士 或是問高冬妮 又有指示要先踢球 對,應該有指示要他… 要有監製,不要自己戴 除了這樣,還有其他嗎 我也看不到甚麼 滿彩是沿途三碟 沒甚麼特別跑錯 對,如果你說他要留前逗後 但你今天… 因為你的慢步速度 對,所以… 跟前逗都沒甚麼所謂 所以他也正確 唯有是這樣 沒辦法,你不能埋上去 他八檔起步,不能埋上去 後面反而楊明菲菲 偉大慘了 全程都虧了 然後最後包上來 還有,中間是逐領風騷那些 你虧了,現在就同樣包裝選擇 在旁邊 盡力人士 槍槍說,我都好像道理來跑 都是這樣跑 還有,波髮幻影也在旁邊 不過爆上去很明顯是逐領風騷 那幾隻抄襲了一疊 根本你現在的時間 這麼晚回來,大家都在這些位置 頭段14秒44 第二段24秒31 第三段25秒正 第四段24秒03 沒段22秒2 總時間1分49秒98 是曼谷標準時間2秒1線3 我還會找我 現在的旁邊 我還會找你